碰到合适的人 总会抓住一切机会 告诉别人你的计划和野心 引起别人的一番赞叹后 再继续你过早的狂欢 在虚设野心的温水里 默然回首才发现 时光不在 青春不在 物是人非 扼完叹息 你是不是 或者你身边是不是 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呢 今天朝雨和您分享的文章 叫当你的才华 还撑不起野心时 请静下心来学习 因为写文章的缘故 时不时会收到一些邀请 让我去做分享 也曾有忠实读者热心发来一些女性影响力评选活动 让我去试试 甚至还有朋友 特别热情地想要替我在当地组织活动 帮忙传播理念 扩大影响力 每每遇到这些事情 我都心怀感激 只不过 对于所有的邀请 我目前都婉言谢绝 去年 我把演讲作为自己发展和推广的重要活动之一 积极寻找一些公共演讲和分享机会 同时也琢磨着 如何把自己学到的东西 系统化 成为一个可以对大众开放的系列课程 靠着互联网流行的迭代思维 我在思想还没有成熟到能自成一体的情况下 推出了一个课程原型 命名为梦想启动计划 并邀请20多位朋友来参与体验 但就在第一期顺利结束 不少人等待着报名参加第二期时 我暂时终止了这个项目 和身边朋友提起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都很不解 我不是一个脱俗的圣人 也绝非财富 名利和成就的绝缘体 我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 心虚 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现在 还根本没有能力和才华 去支撑这样的计划和项目 我很清楚地记得 两年前 在和一位朋友见面聊天时 我非常自负地说 这市面上 已经没有太多我看得上的书了 那时的我是如此盛气凌人 其实也只不过是读了点书而已 却以为自己已经知道很多 这一两年 随着阅读量的增加和思考的深入 我越来越发现自己的渺小和浅薄 自然而然 自然而然也就开始变得谦卑和低调 金曼卑士 在耶鲁的美丽甘草艺书中 有这么一句话 人通常的成长过程是 从无知到自连 再到重新发现 到最后拥有成熟的报复与决心 我很认同 人在无知的时候 往往容易表现得很自负 只有在看到自己渺小的一面 懂得谦虚学习时 才开始成长 目前的我 正处在一个自我重新发现的阶段 对知识极其渴求 心甘情愿 减去所有不必要的活动 花大量业余时间读书和思考 在Calsery上 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 并在这种充实的生活中 享受着学习和成长的乐趣 在如此浮躁的环境 我却能够自得其乐 沉下心来学习 这不得不归功于 去年发生的一件事情 去年 在给公众号做认证的时候 由于自己的失误 把公众号的名字给改了 在确认无法挽回的情况下 我决定舍去经营了一年的公众号 从零开始 大家都说佩服我的勇气 我却不这样认为 这是一个经过理性思考之后 做出的决定 支撑这个决定的 不是勇气 而是智慧 我若把道理说明白了 就很容易理解 想想 公众号被大家所关注的原因是什么 毫无疑问 是文章背后传达的理念 这些理念给大家带来深层次的认同感 同时还能让他们获得 对生活具有积极意义的启发和感悟 因此 精神和思想才是核心 思想被转化成了文章 而后才有了被吸引的读者 文章没了可以再写 只要精神不死 失去的读者就可以通过新写的文章 被重新聚起来 当初读洛克菲勒自传时 书中有句话特别触动我 如果把我播的一文不明 丢在沙漠的中央 只要一行驼队经过 我就可以重建整个王朝 若不是对自己的能力和魄力极其自信 洛克菲勒又怎么说出如此狂言呢 此后 我便不再把精力放在讨好读者 和搜寻优质文章上 而是花大量时间读书思考 因为我明白 高质量的输入 是高质量产出的前提 这样的决定被证明是正确的 新账号在启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 就远远超过了原有账号的影响力 有时候 我不知道自己身处在这样的时代和环境 是一种幸运还是不幸 尽管迅速发展的移动互联网 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了一起 让资讯和信息快速流动 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可是 与之而来的是浮躁 各种快速成功的故事层出不穷 给了大众一种错误的幻觉 以为成功可以不用努力 随随便便就能获得 于是 很多人放弃了本源 去追求一些浮华的表象 现在的年轻人 已经没有人愿意沉下心去 专研某个领域和磨练某个技能 这对于年轻人的成长和发展 极其不利 因为他们不再像副本们一样 花时间和精力去读书和学习 让自己拥有真才实学 而是把社交技巧 人脉拓展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动不动就大话连篇 号称拥有什么资源 接着便大谈资源整合 或是平台合作 学历史的人 最能懂得时间的力量和伟大 时间有着自己的智慧 他毫不留情地抹去一切不合时宜的事物 只留下真正对人类有价值的东西 短期内 我们也许会遇到很多机会 但过了一段时间再看 这也只不过是历史中常有的波动而已 人类在未来面前是极其脆弱的 我们很难预测未来 因为变化而非稳定 才是宇宙的本质 聪明的人会懂得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不变的 而不是时刻变化的事物上 他们明白 做营销的 不应该把太多时间花在营销技巧上 而是要通过读书和思考 去研究人性 深入了解人的心理运作规律 营销技巧总是随着市场而不断变化 而这些技巧无一例外 以人性为基础 人性则是永恒不变的 至少在可以预测的未来里 做内容的 千万不要把精力花在某个平台的维护上 而是要打造自己的思想深度和文笔 不要忘记了 七年前大家用的是博客 四年前火的是微博 现在的主流则是微信 未来会是什么 谁也不知道 同样 一个企业一定得花时间去思考自己的核心价值和理念 然后打造深入人心的公司文化和团队执行力 你无法预测下一个流行的模式和技巧是什么 但是只要有个凝聚力和执行力强的团队 重建帝国就不是问题 幸好 我在自己还算年轻的时候 看明白了这个时代的诱惑 从虚幻的繁华中醒悟过来 开始拒绝浮华 选择专注和积累 我不再关注什么人脉和资源 也不做演讲和分享 因为太多的机会和诱惑会分散我的注意力 让我变得浮躁 而我也不确定是否已经拥有能够驾驭虚荣心的强大内心 所以 与其把自己置于这样的危险中 还不如直接消除被诱惑的可能性 我始终坚信一个简单的道理 是金子就会发光 当你的能力和知识积累超越了大部分人后 就必定会成为资源 资本所追逐的对象 那时候 一切都会有的 但前提是 你必须是金子 而不只是镀了金的石头 文章最后 想把这句话送给和我一起在努力和奋斗的年轻人们 当你的才华还撑不起你的野心时 那你就应该静下心来学习 当你的能力还驾驭不了你的目标时 那你就应该沉下心来历练 一个习惯的养成 需要十四天的时间 当你习惯了安静地学习 实现自己的野心 也就是明天的事 有才华 更需要有决心 最励志的话 最需要说给自己听 希望你能喜欢我今天跟您分享的文章 你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365读书 收听更多往期精彩 我是潮雨 明天见 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些话 我想应该静下来走一段路 我想应该静下来看一本书 我只想静下来烦心自己 我想应该静下来睡一个觉 我想应该凶漉 我只mem地静下来 ví 我想应该静下来静下来像一个人 我想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 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 我只想静下来烦心自己 当一切都开始静下来的时候 静得可以让我听到 一颗安静的心跳 静得像雨 静得像空气 静静的我开始 渐渐的适应 Zither Harp 我想应该静下来睡一个觉 我想应该静下来像一个人 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 我只想静下来 反省自己 当一切都开始静下来的时候 静得可以让我听到 一颗安静的心跳 静得像雨 静地像空气 静静的我开始 渐渐渐的适应 当一切都开始静下来的时候 静得可以让我听到 一颗安静的一颗安静的心跳 静得像雨 静得像空气 静静的我开始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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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